好,那這場比賽我們恭喜陳維瑩拿下第二勝 那整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到 我想主要他們有一些策略 就是說陳維瑩跟部首 在整個搭配上,就是這個搭配上面有一些策略 就是說基本上洪澳隊是在每年球隊當中 最不喜歡打第一球的 所以他們用快速球來搶好球速 那這一點今天其實蠻成功的 他們第一球的好球力其實蠻好的 那今天麻煩還是在於他兩好球之後 他等於是所謂的對決球 這個決勝球當中沒有辦法拿出來 所以被打了很多的界外球 所以造成了第五局之後 陳維瑩的用球量已經逼近到90球 那等到第六局連續兩個打著上臨之後 教練也不得把他換下來 我覺得這個換得是事實上是相當的道理 因為雙方只差2分 而陳維瑩是容易被打全力打的一個投手 在這樣的情況下是很容易一棒被變成3比3 所以從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得出來 今天陳維瑩最成功的地方 除了我們剛剛講搶好球速之外 最成功的還是在於今天沒有被打任何的全力打 在沒有被打全力打的情況下 隊友才有守備機會 所以今天幾個非常精彩的防守 我想陳維瑩真的要感謝隊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